不功德 广结善缘 圆满波罗蜜 不然你圆满不了波罗蜜 波罗蜜你要方方面面都具足才叫波罗蜜 让你有布施慈戒忍入精进禅定 看一本书都要符合种种波罗蜜 这样你才不会浪费你的思维 浪费你的行为 所以我想 现在各位听我们佛法了 做生意赚钱生活 那只是一个工具 利益借账修真 借由这个工具方便 就像我以前在搞旅游的 我以前在搞建筑的 所以我都会告诉人家 这个房子怎么样好 地基础放哪里 怎么样可以发财 做旅游的 怎么样吃好的 睡好的 用好的 那这些方便都可以拿到佛教用 我到现在还在用 所以当然做旅行社 这要去给人家讲解行程 那现在讲解佛法 把所有行程都变成一种学佛的方便 因为世间的真相 你看到了就是佛法 就这么简单 这个世间的所有生老病死 没有这些生老病死 那你怎么去学佛呢 我刚刚也讲过 一朵花放在这边 一盆花 你就要去研究 怎么样移会让它更庄严 不过这一盘已经够庄严了 不用移了 有水准 那有些是还可以动的 各位要学 这个人讲话 如何达到一百分 你要有这个能力 如果没有不叫大乘 大乘是以佛为标准去看 这个事情 以佛为标准 以净土为标准 以极乐世界为蓝图 去净化这个 提升这个世间 以佛陀为蓝图来提升友情 你要先抓住 对你自己也要抓住 你才知道什么叫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你已经知道佛的果德 所以各位一定要看大乘经典 佛具足什么功德 那这个功德是 我们现在从凡夫 开始要努力的 赤地 不能把佛教当作一种 学术理论一直在那边研究 因为佛教是一个地图 让你去走的 你要走到那个地方 那所以你对世间的事情 只要有你存在 你会让那个世间更圆满 在公司里面 在家庭里面 在社会里面 因为各位现在学佛了 假设你是一个市议员 现在在开市议员代表大会 那你是要来服务所有市议员的人 你会自然的 最好你做议长 不用贿赂的 最好你做议长 最好 因为你要让同行都佩服你 因为你是做得最认真的 所以曾经有人说 海盗法师 那边在念经感经参你不要去 我说不行 这个我们更要去 你要念得很认真 念到以前 我每次去殡仪馆念 那些骰工都会偷看我 我姿势很好看 我脸很慈想 我不会看不起他们 我一直勾引他们 跟我学 标准版的 但是一般人做不到 一般人讨厌 他们在感情上赚钱没有意义 我这个才是清高的 那你是傲慢 对你没有用 不能让这些人 感觉到他的不好 他们真的是在面对死人的 你要很尊重他们 所以他们跟我讲话 我说 佩佛你 我都没来 都你们来 朋友跟他打拼 你整个都住在里面就对了 这样做不完 那你要传授几招给他 然后最后要讲 你如果去念完 如果不放心 我们师父很厉害 我们师父 人很担长 你的名字照顾好 一天赞名字给我们 我会给你照顾 因为我们师父 很嘴皮 老习生 我也不能讲我 要讲我师父 没有压力 来来来来 你面对的 好看 彩虹 当然有点交情了 你可以跟他讲一些真话 但是他们就很高兴 所以我很喜欢去监狱 监狱里面是黑寨的 哇这个黑寨本体也是白道 你要引导他们 所以你到监狱去 你反而会更认真 因为唯有真理可以超越一切 你怎么合不合不合不合理 永远记住 空性可以超越事件的一切 你不要怕它是皇帝 是董事长 这个是魔鬼都没有用 因为你是一个法而如是的真理 永恒的真理 慈悲与智慧 那真理永远不会倒 所以在这一点 那你在那种危险的地方 那你更容易表达真理的真面 因为你必须用一百分的心来面对它 比如说我告诉各位说 等一下三分钟轮流上吊 轮流枪壁 你现在不念佛要念什么 赶快保持正念 赶快保持等一下 没关系 等下吊整天还没死 你不敢玩死 你要放下 不要挣扎 放下 就走了 因为上吊是一定的 等下就要被吊死了 那你连这些场面 你都要思维好 那轮到你的 但是你怎么克服它 超越它 再来 你将来就可以度这些被吊死的 被枪霸 被强奸的 你都可以度它们 你不能怕 特别是我们是出家人 我想来找我们的都是这些比较不好的 就像我们很多道场 我去看那边有纳骨塔 我说这都年轻的 他说叔你不知道好死的没放在这里 都那种坏死的才放在这里 我说你很好大 坏死的你收那么多 还给你收钱 你敢做得到 他不相信有鬼 这就不太处理了 他不相信有鬼 那有 有 有这个放的 有 你就是不相信 才敢收 还敢收得多钱 如果我是不敢 怕就是 因为我一定要告诉他 真的有鬼 如果他没超度 他会来找你 这个钱难赚 我跟你说 你必须要有鬼 就是要慢慢让他改 改成 哎呦 真的有 要怎么办 所以不要再玩假的 要玩真的 要怎么办 既然收了钱 要真心的 真心的对他慈悲 真心的好像你亏欠对吧 对不对 因为当初你收他是为了自私的金钱 那你要小心 所以当然对我们来讲 如果各位要修空性 那你必须要找这个机会 你才可以消灭自我害怕的我质 保护自己的我质 因为对这种特别大的灾难 自杀被火烧死的 你只能最圆满的慈悲去超度他的心 当然 这个慈悲里面包括无我的 无我的 根本没有一个你在受苦的这种智慧 你要抓得很紧 所以我们是可以讲到几点啊 9点到了 9点半 9点半 现在9点了呢 9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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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要做好 那我想人可以影响人 那各位你一定可以影响你周遭的人 但是影响最好的方法是 你能够吃亏的时候是最好 你能够吃亏的时候 特别是我在面对我的世俗的家庭的问题 处理父母的财产 这些问题我都表现在一个 完全不摄入的 一个忍辱 跟对对方 因为这样对方就觉得 你这个人 我们佛教徒一个最基本的 绝不害人 绝不害人 不会因为我去告你 伤害你 不会 最多你把我打成肉酱 我也不会说 因为我不会 不会给对方压力 不管对任何人 所以各位回去 你要跟你老公 老公你外面有外遇 我都不会告你 为什么 因为我是佛教徒 虽然我这么爱你 你要开始这样 对方 对方就会改变念头 事实上 这个东西 你改变它就改变 它就不会去造业 如果你准备咬它 报复它 它也会准备伤害你 这个恶业 树业就会泡出来 这样知道吗 所以我想各位 你一定要先表达 对世界 这个叫佛陀 你也叫慈戒的精神 Ahimas Ahimas是非暴力 无伤害的 永恒的思想 不管你在这个世界 处理什么事情 就像我们公司里面 我们有生命天使 还有公司 必须用公司的情况 我都跟他们说 不管以后怎么样 这个公司都不会告你 因为没有佛陀会告人的 但是我们依然经常被告 为什么因为这些员工要走了 他不高兴啊 他就给你告一下 他就可以拿一些钱啊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都跟他们说 千万不能告 如果我们 因为还有钱 就赶快给他 只是告诉他 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但是钱我必须给 但是哪一天 如果你了解佛法了 你赶快把这个钱 布施给三宝 不是还给我嘛 因为我们属于三宝 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 但是这个原则 永远不会伤害对方 不给对方压力 我们只有一个 道德的压力对自己 慈悲的压力对自己 没有金钱的压力 感情的压力 所以各位女孩子 我也必须跟你说 我发觉很多女孩子 过得不快乐 因为他有感情的压力 想要去抓住对方 或者想要去得到 对你来讲 是会很痛苦的 一个做生意人 为什么不喜欢做生意 赚了钱 一定要花大钱 因为他有赚钱的压力 他赚钱是 忍辱陪人家笑 陪人家喝酒 这样才赚了一点点钱 他有压力 所以他就必须 就像赌博英的钱一样 他要把它浪费掉一样 那我们学佛的基本 基本 虽然我们没办法去帮助很多众生 但是各位一定要发愿 来 再念一次 永不害众生 永不给别人世间压力 我们只有感化对方 这是莲花的精神 不染为切 不给压力 只有显现一个柔软分享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一样 同样你学佛了 你在吃素 你的朋友很喜欢吃肉 你千万不要以说教的方法 去给他们压力 好像他们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我都拍人 只要你好人 这一点要小心 因为这样你就会令人讨厌 那别人根本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那你就没机会度他了 是吗 那他觉得说 不好意思我吃素 没办法陪你们吃 我到旁边去吃好了 那我想各位一定要把自己先定位 成为一个不给别人压力 不伤害的人 结果倒过来每个人都要来找你 这样了解吗 这一点很重要 包括出家人 我都跟出家人说 不要跟人家谈前 不要说对方错 不要给对方压力 我要盖妙了 到处都是妙 我可能要买车 我可能要买土地 到处都是土地 因为台湾非比 南美洲啊非洲 可能盖道场是应该的 台湾实在没问题了 我们很有福报 台湾现在是寺庙太多没人住啊 空的也有啊 把自己塑造成为 有服务能力的人 有得的人 谁都欢迎你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在世间的生活 也要塑造自己成为这样的人 因为这个叫空性 我不执着这边是局外人 但是我却负这边的责任 这家公司我负责任 这家公司的薪水啊 是业绩 我还是负责任 但是我不给压力 因为我努力做这些事 你要去创造员工的福利 也不是你自己的福利 所以我想家庭也好 公司也好 事业也好 都是如此 那如果以这个为基本 大家开始来慈悲就可以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